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有三种人必须上战场 如果你不去 你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让我们看看他的样子 不可能 有三种人必须上战场 否则会受到严惩 首先是现役军员 如果战争来了 士兵们不再离开军队 不再谈亲 不再休假 现役军员要尽快归队备战 随时上战场 第二个是预备队和退伍军员 接到通知后 他们立即准时集合 身着厚重的军装随时返回部队 最新规定如下 未满26周岁者 一等学位免职 32岁以下为二等学历 40岁以下为第三层 50岁以下的为第四度 三世如果战争严重且广泛 36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 将直接参军参战 四世运输部门 第一时间将集结人员运回部队 那么有些人不想上战场 或者拒绝服兵役怎么办呢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犯战逃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构成逃逸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 一 这三种抗服兵役情况如何处理 一类是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检的 二是应征入伍拒绝逃避征兵的公民 三是拒绝 避免参加军事训练 服兵役 征兵的预备役人员 须及人民政府强制服兵役义务 可以处以罚款 这些人将来不得被聘为公务员 或按公务员法管理的公务员 两年内不得出国或留学 它还会影响他们的孩子未来的政治进程 最后我想说的是 保家为国人人有责 有钱没钱去不去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你享受和平与宁静时 你邻居的孩子可能正在为你守卫国门 至于好不好 那是不公平的 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变革 你不觉得吗 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有一个同事 前天还好的 从天就没了 43岁的 赚年啊 说美就没了 面对后遗症呢 咱们还是别逞强 我一个同事 今年呢是43岁了 前年呢还见到他了 他领着他孩子去医院看病 他说他孩子感冒了 有点发烧 他给孩子看病啊 跟他聊天 然后他有点咳嗽 然后他说顺便一起去医院看一下 到了医院呢 医生说是正常的 你好像没事 拍了个片子就回来了 然后呢 他们就给孩子看病去了 结果呢 今天早上起来呢 去公司上班 然后听到领导就在那里说 说那位同事已经不在了 我说可能吗 前天我还见到他呢 好好的呀 还给孩子看病啊 然后还就到医院里面去了 说什么那个真的 打了真的 然后他就退烧了 然后就回来了 结果第二天 他又不想吃饭 然后还做了胃镜 然后医生大夫给他说 你回去吧 然后明天不要吃饭 然后要做个胃镜的话 你要 结果到晚上三点钟的时候 他好像说人不太对劲 然后呢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送到医院呢 等天天的时候啊 人就没了 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啊 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然后他媳妇说是啊 什么医院警察出来 还有高血糖 还有高血压 还有糖尿病 有一些基础病 这人好好的 说没就没了 然后还是没有救过来 他血糖特别高 体温也特别高 反正人就是没有抢救过来就走了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医院拍个片子 检查一下 我现在呢还有几声咳嗽 然后呢还是有 那个不适的症状 就是比如说乏力 干什么都没劲 还会留之后鼻塞 现在听我说话应该是的 感觉有点那个厚厚的那个鼻音啊 然后我说我实在不行 我也想做一个核磁 核磁工整 然后去医院检查 他说你也没啥毛病啊 别疑神疑鬼的 然后身边好多朋友啊 年轻的朋友啊 听说的也都走了 我也怀疑啊 我就做了一个核磁 我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真的比较庆幸 我的身体啊非常好 所以我劝我们那个年龄 比较大的家人们呢 每年呢都要做一次体检 有这个毛病啊 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 不是我医生疑鬼 真的是我有点怕了 这肝康复期啊 还是尽量别逞强 面对后遗症呢 也不要恐慌 尽量的去调养自己的身体 不要累着自己 不要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这马上过年了 都想回去过一个团圆年 该吃吃该喝喝对不对 不要想着减肥控制体重 然后营养摄入不良 我们像鸡蛋啊 蛋白质啊都要多吃一点 提高自己免疫力 多吃点维C 不要熬夜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能少抽就少抽 自己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这年头啊 再多的钱了 去医院一趟 大几十万就没了 大家感觉是不是呢 所以啊 我们还是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针 照顾好家人 照顾好孩子 千万别猜出什么事了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 面对这个后面的恢复期 我们不能小觑 一定要强大起来 从2023年开始 一个全新的时代将会来临 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活明白了 国外就是我们的镜子 上班半年完半年 房子不买可以租 车子能开就行 我们人来世界上几十年 绝对不是来天天工作加班的 不是来还房贷的 也不是来遭罪的 我们是来享受的 是来体验人生的 经过这三年 人人都明白了很多事情 第一 你有再多的钱 都买不来一个好身体 身体费了 一切都是零 从放开以来 养了去世的应该有不少 养了以后拼的就是体质和病毒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没事多锻炼锻炼身体 早睡早起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第二 这三年大家都体会到了 没有积蓄的日子 是如何的难熬 今后绝大多数人 都会努力攒钱 不会再做月光组 不会花钱如流水 非必要的 不会乱花一分钱 提前消费的时代将会结束 第三 风靡一时的同学会 老乡聚会 各种各样的聚会将会消失 越来越多的人 不再喜欢出去吃饭了 在家做点粗茶淡饭 也不再天天想着 适合远方了 外出旅游也不向往了 极简的生活将成为主流 出门少了汽车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越来越多的人 将会对私家车失去兴趣 已经有车的大多 也不会再换了 因为实在没有那个必要 最后就是 房子赚钱的时代 彻底结束了 花光积蓄 背上几十年的房贷 去买房 这是世上最愚蠢的事情 人们都想开了 绝不把余生 绑在一套房子上 一辈子不长 知足常乐过 适合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人到60岁以后 有这三样东西 说明你的晚年生活 很幸福 那么究竟是哪三样东西呢 对晚年生活 比较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这条视频 点个赞 点个关注 接下来咱们言归正传 人在20岁的时候 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我们拥有强壮的身体 和敢于尝试 新鲜事物的能力 但是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 由于各种压力 幸福指数可能会降低 可一旦过了60岁之后 幸福指数又开始直线上升 因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而女们也都成家立业 这个时候 只要拥有以下这三样东西 就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第一就是存款 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 除了依靠子女养老 还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存款 手里有钱 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度过余生 而不是每天羡慕别人的晚年生活有多幸福 钱财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 不管是精神世界还是生活质量 想要得到提升 就必须拥有一定的养老金 现实生活中 很多老年人的思想还沉浸在过去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省下来的钱都花在儿孙身上 甚至有些老人为了不想让子女生活压力太大 直接把多年攒下来的积蓄和退休金一并补贴给了儿女 或者直接让子女保管这些钱 可如此行径让很多年轻人产生了依赖思想 不愿意努力奋斗 认为父母有钱 每天摆烂 不思进取 将自己变成啃老族 其实这里是想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 你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儿女 万一儿女们拿着钱去赌博 到时候别说高质量的生活了 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变得很艰难 年纪大了 万一身体不舒服或者突发疾病 需要给医院交钱的时候 拿不出来的话可就惨了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生活中聪明的老人都会把钱财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这样晚年生活才会更加幸福 也更加有保障 第二就是房子 对于老人来说 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地方 更是安身立命之所 老人想要晚年生活幸福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那才是幸福的根本 偶尔和子女们住在一起无所谓 如果时间长了 两代人难免会出现代沟 大多数年轻人都有熬夜的习惯 而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般都习惯早睡早起 生活作息很难同步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不仅能和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 还能促进两代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自己也能得到亲近 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晚年生活自然就幸福很多 第三就是兴趣爱好 老年人想要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那么在平时应该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可以跟自己的老朋友一起去跳跳舞或者钓钓鱼 还可以学习一些书法或者画画 种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 这些都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 变得更加丰富 可以在丰富的生活当中体验到幸福快乐 所以人过60岁以后 想要晚年生活幸福 离不开以上这三样东西 大家认同吗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知道大家现在都买房了吗 最近这两年有没有买房的打算 接下来呢 请认真看完 在此奉劝一下 这两年千万不要买房 不要买房 千万不要买房 你看看那些毫无底线的鼓励买房政策 小卖底房款 拆房子给房票 有钱不买房 就是恶意不买房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你还看不到吗 各大房企轮番比赛爆雷 你看不到吗 你是缺房子住还是钱多 花不了呢 就算你钱多花不了 你这几年买房 不也随时准备着烂尾吗 好好看看满山遍野 此起彼伏的烂尾楼吧 在房企不缺钱的时候 盖的都是各种质量问题 那在房企缺钱的时候呢 即便不烂尾 你觉得他能好好给你盖房子吗 不要太幼稚了 肯定是一堆糊弄房子 这几年建起来的房子 肯定很多注定都是劣质的 大部分都是垃圾房 可以等等看 但凡有的脑子呢 这几年千万不要买房 即便买了 也会买一堆质量比较次的 甚至还不如还建房的质量 聪明人要做了 就是坐山观虎斗 等房企凉的差不多了 等新的房企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半价减房 而且呢 还得给你发个奖状 没准要忍住了 坚决不买房 好日子就在三年以后 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 不知道大家 都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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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